這三款是新款 雖然大家有看過我的話 見過差不多的樣子 但其實是新款 怎樣是新款呢 就是之前推出的 那個 是否叫920系列 可能有些朋友覺得它太大隻 或者潮流輕輕一點 這三款同樣都會把尺寸縮小 令到上手就不會很巨型 應該都是客人反應的意見 上手就非常貼手 不會之前那些很巨型 但至於整體設計 跟之前那幾款差不多 我先看看資料 這次這款叫做EQS960系列 全部的尺寸是說 整個長度只有50.1mm 它的闊度只有44.5mm 厚度只有13.3mm 而且你們看到它一隻 這樣的尺寸的錶 全不瘦鋼帶 正常來說 它應該挺重的 但是 太太小了 它其實這款 非常輕身 但它不是太金屬的 它純粹很輕身 非常輕的 一個舒服的設計 這個整隻錶 全錶都在說 115克 如果是膠帶更加不用說 這個還會是一個 Carbon的外殼設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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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arbon位置 還會是做了一個 方程式賽車的 四臂雙環臂原架 這個 這個 車 賽車外殼 的一個 設計 這個位置 會是做了一個 中空 也是一個 炭纖的 一個 炭纖 強化樹脂的 一個結構 的話 令到整隻錶 非常輕身之餘 很有型 你看到它這個 這樣的結構 重要的標盤 都會是做了一個 炭纖維的標盤 這些都是 EDIFICE 一些比較 高檔少少的 款式 勉強叫高檔 去做一些細節位 外圈 做了全金屬的 一個拉絲外圈 如果是全黑鋼款 它那個拉絲外圈 就沒有那麼明顯 相對地來說 卡磅位也沒有那麼明顯 不過 整隻黑色 就配上這個 紅針 就說 賽車的 SPOTTY的感覺 會更強 但如果說到 SPOTTY最強 應該是 配這隻 青針 這一款 才會最強 這三款 同樣都是 太陽能的 配置 以及 會是 100米的防水 碳纖維外圈 碳纖維強化樹脂 的外殼 再加上 不鏽鋼的外圈 設計 這款 就會是 橡膠錶帶 的話 如果橡膠錶帶 這款 只有56克 是超輕的 因為 外殼 卡磅 強化樹脂 再加強化樹脂 的膠帶 非常輕 鋼帶 稍微重一點 但都不算很重 這幾款 價錢 就會是 全不鏽鋼 這款 價錢是 1148 1200元 都不用 而 膠帶 這款 因為 是做一個 黑色的 電鍋不鏽鋼 的外圈 反而更貴 1200元 1218元 而 三款 最貴 一定是 全黑鋼帶 也是全黑鋼外圈 這款 是1386元 最划算 就是這款 1148元